身邊有太多的人在感慨 好的中國的鄉村生活已經離我們遠去 我就想我們能不能試著讓他回來 我叫小熊,我是土生土長的溫州人 學的法律專業,在北大上過學 後來畢業就在北京做了律師這一行 可能轉機在大概我工作滿十年的那一年 就當時有個機會可以去歐洲見隔年 在那一段經歷裡面,我很快發現鄉村對我的這種魅力 2014年11月23號的時候,我回到了老家,就是永家 我們動手改造了第一棟鄉舍 就是後來大家看到的虛禮一號 然後又隔了一年以後,我們在相距一個半小時車程的澎溪村 我們又做了虛禮二號 也都是小小的獨棟,每一棟只有三個房間 對於一號的空間的使用上面,其實我們還蠻韌性的 比如說原來邊上那一塊其實是宅基地 可以多蓋一倍的房間 但是我們把它用來改造成花園 虛禮一號最特別的應該是它那個大露台 在那你可以看到梯田、竹林和遠山 然後我們都會堅持有開放式廚房 如果你嘗試過動手去用這個灶台的話 你就會能感覺到這個塗灶的吹煙 還有塗灶散發出來的做飯的那個味道 是燃氣灶或電磁爐都沒有辦法取代的 2號其實是跟生活貼得更近 在這裡你會看見每天都會有趕牛的放鴨子的村民 從我們門前經過 它其實是我的老家 水泥的柵欄、薔薇拱門 還有包括庭院裡面的桂花樹 其實都是父親在十多年的時間 可能一點一滴親手改造出來的 我們沒有電視、沒有WiFi 鼓勵家人、朋友在一起多交流 我們會為每一個入住虛禮的客人 準備中式下午茶 是有阿姨們親手做的泳家的麥餅 還有紅薯鋼湯 和虛禮同步成長的可能還有小喇叭 我懷他的時候剛好是在虛禮一號準備對外的階段 小喇叭穿的衣服是一個西班牙的客人 從國外給他寄過來的 還有原來有客人看到我說 小喇叭身上被蚊子咬的一個包 然後過了幾天我就收到了一個 泰州的客人寄過來的一個群蚊的手錶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不做虛禮 其實我是體會不到這些特別細微 但是有特別溫暖的部分 所以也有朋友問過我 我會給建議 就是如果遇到一些生活上 或工作上的一些困惑的話 不妨就是給自己放個假 慢下腳步 時間可能會幫你做出選擇 你知道嗎 你會來嗎 在影片關機 你會有紀錄 就是妳可以